哈喽大家好 之前的视频我们有做了熬猪油 做黑羊酥馅也就是芝麻馅 今天我们包芝麻小汤圆 我们今天用200克的糯米粉 200克的粉 180克的冷水 那为什么水我用克数来说呢 因为有些凉杯是会有出入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用秤的 糯米粉的话 多一点点水就会变得很湿 少一点点水就会太干 所以尽量精准一点好上手 和到这个程度厚厚的就可以了 不要太湿 太湿呢包出来的汤圆会塌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放在手上捏 捏个几分钟 这团面团就柔软了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一个容器 放汤圆 如果做好 直接下的话 盘上要撒些干面粉 如果冻起来的话 就不需要了 现从冰箱里拿出来 根据你的速度 包一点 拿一点 不要倒的太多 否则时间久了 容易融化 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一张厨房纸 插手用 取一块面团大约在20克左右 搓圆它 中间按一个糖 再这样捏深一点 底部稍厚 封口的地方捏薄一点 现放入 用你的食指和拇指 把面团轻轻的往上 往中间推 直到看不见馅了 就封口 这颗馅现在很坚挺的 所以 封好后 你可以这样搓圆它 但是 还是不要太用力 就像这样 放在手心里 让它慢慢滚圆 包汤圆 这个面团 你可以不用一个个撑过去的 你可以用目测的 这个面团 比这个馅要大上一大圈 包汤圆的中途 我们就可以煮水了 水要放深一点 不要让汤圆 挤在一起 那下的时候 不要拎起一个是一个 容易破 要这样轻轻的给它转一下 进水后 就马上搅动一下 是搅动水 让水的力量 来推动汤圆 然后就可以盖上锅盖了 马上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汤圆都浮上来了 这个时候是假象 因为那个线是冰冻的嘛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用大火这样 一直在那边滚 我们要把它转成小火 汤圆是用小火 捂出来的 看你的汤圆大小 和火候大小 一般我都会盖上盖子 五个三分钟左右 千万不能用大火这样闷滚 闷滚滚出来的汤圆 它外面就会糊掉 捂出来的汤圆 一个个浮在水面上 就很光滑 我们连汤带水一起盛出来 我们用实用剪刀剪一个看看 哇 流沙线 希望大家看了会有食欲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